安樂死倡議者尼奇克 2017年發明之款名為 Sarco的安樂死膠囊座倉 Sarco是石棺的縮寫 推動瑞士輔助死亡過程 多樣化的國際組織 2024年7月宣布 Sarco将首度在瑞士啟用 Sarco的使用其實具爭議性 批評者形容它只是美化的毒氣室 還有人擔心它會美化死亡 裝置的安全與穩定性也遭到質疑 瑞士瓦萊州醫師更曾在Sarco宣布 要啟用後發布預防性禁令 然而The Last Resort發言人 這個月23日表示 一名免疫系統嚴重受損的 64歲美國女子 使用Sarco後死亡 瑞士警方隔天宣布逮捕庶民嫌犯 檢方已誘導協助和教唆 親生罪名對這些人提起刑事訴訟 什奈德指出瑞士的輔助親生必須符合醫療和道德要求 親生者必須在沒有外力協助的狀況下 自行了結生命 且輔助親生的人不能有任何的自力動機 華視新聞劉竹 陳冠誠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